9-7 運動坐標系統 旋轉幫浦問題 本範例為一個旋轉幫浦在中間的扇頁會進行旋轉 將水由上方拉下來 並由右側的這個出水口排出 接下來我們進行分析 首先點選上方工具列Flow Simulation Project裡面的Wizard 進入設定精靈 在Project Name 使用預設 Unity System 單位使用SI單位 Anessy Type 我們使用Internal內流廠分析 並將下方物理特性的Rotation 勾選 使它具有旋轉的一個區域 按下Next 流體的部分 我們使用水 展開Liquid 選擇Water 按下Add 加入我們的材料選單中 Ward Condition 使用預設設定 Initial Condition 使用預設設定 Result and Geometry Resolution 使用預設設定 按下Finish 開始進行分析 清廠我們分析裡面之後 我們首先設定我們的一個旋轉區域 在Rotating Regions 點選滑鼠右鍵 選擇Insert Rotating Region Selection 部分 我們展開我們的9-6的零件 然後選擇我們的一個Water 這個部分 旋轉速度 我們設定為 -18.84 RED S 也就是它會將水 用負的 就是向下 呈現一個順時鐘的旋轉 確定 接下來呢 設定我們邊界條件 在Boundry Condition 點選滑鼠右鍵 插入我們的一個邊界條件 首先我們設定的是上方 將水拉下來的部分 設定上方的 內側蓋子面 Type 選擇 Pressure Openings 設定為一大氣壓 確定 接下來設定我們出水口的部分 一樣在Boundry Condition 上點選滑鼠右鍵 選擇插入 Type 圖源部分 選擇我們的 出水口的一個內側蓋子面 Type 我們選擇 Pressure Openings 一樣使用一大氣壓 確定 完成邊界條件設定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添加我們的一個 目標 在構子上點選滑鼠右鍵 選擇一個Service Goals 在這Service Goals的部分 我們要探查的 是我們的一個出水口 的蓋子 這邊 在這個位置的話 出水的平均速度 以及 它的 壓力值 完成之後按下確定 在Project上點選滑鼠右鍵 選擇Run 設定的部分使用預設 按下Run開始進行分析 現在進入我們的一個Solver的視窗 在這個視窗裡面我們所 設定的一些 數值 它會產生動畫 首先在List of Goals這個部分 會產生我們要求的目標的一個數值計算過程 點選上方的Insert Preview 我們設定 前基準面就是Front 然後在設定的部分 我們首先設定為 壓力 Pressure 按下OK 會開始產生動畫 那我們再插入一個 一樣是前基準面 在Settings部分我們將要改為 Bruster 體速度 OK 是壓力的狀況 這是速度的狀況 讓這個狀況 現在我們會進行 入�도的狀況 يد 所以把它進行 所以我們要做的狀況 這麼做的狀況 他要做的狀況 然後讓我們說 都是一條狀況 我希望逃狀況 我來自為了狀況 應該會有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要進入一個狀況 做出一個布集之後 整個圖片的狀況 整個動畫的狀況 會隨著我們的布集 產生一個動畫的顯示 那我們現在先暫停 等待我們的計算完畢 現在我們的計算已經完成 在壓力的部分我們可以看見 在進來的部分 它的壓力值是最小的 而越往外圈壓力值越大 在速度的方面 也是相同的狀況 在內側 它的速度比較慢 在越接近散葉的部分速度越快 散葉尾端的部分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點區域紅色 那現在點選我們 右上方的關閉 回到我們的SOLIWORK視窗中 在這邊我們展開results 我們可以選擇COPPLATS 點選滑鼠右鍵選擇Insert 我們可以Display選擇Contours 我們要切在前基準面上 Contours的部分 我們可以選擇為Pressure 或者是Felacity 我們這邊設定為速度 Number of Levels 越高 它的圖案的精細度越高 按下確定 可以看見 內圈的速度較慢 越往外圈速度越快 那這樣我們做一個流力線 點選滑鼠右鍵選擇Insert 我們點選上方入水口的內側蓋子面 再點選 右側出水口的內側蓋子面 數量我們跑25條 我們設定為使用線 以速度為基準 完成的時候按下確定 已經計算完畢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CardPlus的圖檔 讓我們無法辨識 所以我們在CardPlus 點選滑鼠右鍵選擇HIDE 就可以清楚看見我們的流力線 由上方入水之後 在內側進行旋轉 最後在這邊 流出 以上為我們的 9-7 旋轉座標系統的一個設定 在內側進行旋轉